第二个预防额罩走运 台北市议员曾献营在议会质询时 提到达安文山区是北市111年度诈骗案件数量最多的区域 前几天他接到选民陈晴说已经汇了几十万过去 后来发现果然是诈骗 也有选民被诈骗退休金有忧郁症轻生的念头 曾献营说台北市打诈绩效不错 但跟其他县市比起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警察局给我的是台北市民去年被诈骗8亿2500万 但是今天我看了这个市政报告的第152页 这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是7亿9千多万 所以这个部分请警察局后会后再协助我们 这两个现况分析的资料既然不一样 好吧我根据警察局给我的资料 我开始去做分析 那么第一名台北市民被诈骗的第一名是冒充公务员 也就是各31个局处首长你们的机关常常被诈骗团体 冒用来欺骗我们的台北市民 那么拿到这个诈骗的金额 第二名是投资理财 那么我要请教市长 请问您知道如果以议员的选区来讲 哪一个选区的民众被诈骗的案件最多 但安文三 是所有我们台北市里面的各个议员的选区当中案件最多的 所以礼拜天我跟你开了三小时的会议 回家的途中又接到一个民众跟我乘请 他已经汇了几十万 我跟他说你这个很有可能是诈骗 请他赶快查果然是诈骗 所以呢我们台北有科技战警中 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的警察局也说我们台北很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很棒的技术 警察通常也值得肯定 但是我要我要询问市长的是 你有没有信心让我们台北市成为是一个最难被诈骗的城市 我们有信心我们会继续持续加倍努力 因为这句话台南市已经先喊出来了 在今年三月其实在上个月 我非常认真每个城市我都去看 他们在市政报告的时候 他已经喊出来台南市最难诈骗的城市 他拦阻民众诈骗绩效全国第一 我们看他好多的策略 还有警察局继续了解 我们看他的数据 其实台南曾经在105年的时候 他是那个提款的车手的天堂 超过一万两千件 那时候台北才九千多件 可是这几年过去 台南一直往下掉 掉到只剩下1500件 我们台北现在变成是全台的 这个这个车手提款的天堂 那么在他们的发布的报告里面 我们台北既然是垫底的 那么165的诈骗当中的 收里的每10万人的案件 陶宇跟台北也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都是现况的资料 所以呢我期待 是不是市长可以把防诈骗 放入我们的施政重点 整合各局处的资源 包含我们得那么多的人才 那么那么民政局 还有这个警察局 教育局 资讯局 让台北成为最难诈骗的城市 市长是不是给我们市民 这样的一个期待 对我们一定会把防诈骗 列为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另外曾献迎也请市长和教育局 重视额少手及成影的现象 家长苦无对策 曾献迎曾向台湾 五千多位家长做问卷调查 回收八百多分钟 有六成的家长发现 手机对孩子的作息 有相当负面的影响 我也期待市长 因为你有三个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能够重视另外一个 就是额少手机成影的现象 因为现在额少手机成影 已经在各个学校蔓延开来了 家长苦无对策 那么中国大陆 其实针对额少手机成影 直接定位成为精神鸦片 他们有一个礼拜 只能玩三次 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的 防沉迷规则 这些都是针对未成年人 可是我们台北市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半夜还在玩手机 半夜还在上网 半夜还在打电动 学校家庭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 针对五千个家长的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告诉我们说 六成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 认为手机对孩子的作息 有很大跟相当负面的影响 半数以上的家庭 常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冲突 那么YouTube啦 玩游戏啦 社群平台啦 还有这个教育局特别注意 手机对工科一半以上的家长 都认为造成很大跟相当严重的影响 最后一题让我非常压抑 有六成二的家长 认为他的孩子 有手机成瘾的状况 我找了我们台北市四个学生的家长 总会长跟教育局长 我们还有好多的一起来 对不起我还没有报告完 那个不要跳掉 那么这个不好了 对呀 那这个所以呢 是不是能够请市长 跟我们承诺就是说呢 带着我们整个台北市团队 第一个防诈骗 第二个预防额照手印 让我们这个成为未来的市政的亮点 对我们绝对会 把这种学校 额校 手机 3C产品 成瘾的问题 列为我们接下来施政 非常重要的一环 曾仙宇说 希望台北市府定出各级学校管理的政策方向 亲师合作也要重视家庭教育 落实亲职教育 子职教育 这些家庭教育的重点项目 结合民间的团体 共同预防额照手机成瘾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